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们要知道台湾的外汇存体 现在说5000多亿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底这5000多亿 目前我们政府如何运用 怎么样来保管 目前这个赖士宝是提出了这样一件事情 原因是因为他发现了外汇存体 讲是说很好听5000多亿 但他说有3000亿 是假的 他怎么讲 我们先来听听看 刚刚那张图写了 央行其实外汇存体 你是过路财神 这就对不对 是因为我们 你回答我 你是不是就是过路财神 是对 对嘛 这产也有负责 梁总裁今天确定 要冷对外汇存体 他是过路财神 为什么 什么意思 原因是因为 3000多亿其实是外资 那外资的部分你进出 你能控制他吗 不是你能控制的 那这样算不算是过路财神 而且还讲了 如果两岸国际紧张 这个外资会不会跑光 来去自如 那能不能说他就是假的呢 央行总裁 这个杨金龙说是啦是啦 可是问题是 现在即便是如此 立委还有人要提案 说要将外汇存体 来成立一个主权基金 说要拨可能10%或者是多少 目前其实学者在警告了 说台湾根本没这个条件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第一 我们新加坡也许有 你要看新加坡条件 人家怎么讲的 人家是一个超然独立的单位 而且人家的贪污罚得很重 所以没人敢贪 这些问题台湾通通都不具备 条件都不具备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来做这件事情呢 而且如果说这个外汇存体 修法真的可以变成一个 主权基金的话 也有很多人认为 这是不是变相的公然在掏空 全民的资产会变成一个 特定官方单位的小金库呢 这件事情不可不慎 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 来这位马来西亚的前总理 纳吉 他其实都因为有贪污案而入狱 当时就是因为 他们其实有一个主权基金 叫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 结果后来发现了 这个纳吉 这基金里头竟然有2.9亿 进了他的私人账户 有数十亿美元 拿去投资他的私人房产 所以后来就被发现 他这些事情 东窗事发之后 直接判他贪污入狱 而过往的劳动基金 就没有问题吗 其实台湾大大小小的基金非常多 就不用讲到说 用这个外汇存体去主权基金 包括了先前劳动基金 也发现曾经有官商勾结去炒股 结果也曾经有过 劳动部的官员被判重刑 这一些都是过往前例 台湾真的有这样的条件吗 或者是 现在我们要讲了 在这个外汇存体这一块 有人开始想要来这边染指动手 但是就像是赖世保讲的 5000多亿 有3000亿 看起来是假的 两岸一旦兵凶占围 那个3000亿的外资 可能就会跑掉 毕竟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 我们很像乌克兰 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要请蔡总统 看一看现在的乌克兰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来看看是蔡振元脸书上的po文了 说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这里是现在刚刚说好 被俄罗斯拿下来的巴赫姆特 你看看 在过往的这几个月来 基本上一直就在战火中的状态 目前吴军在这边已经有将近 5.7万人阵亡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就叫做成政战 所以他要蔡英文好好看一看 如果你们要规划 未来台湾是要打成政战的话 那是不是台北会变成这样呢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们两个要不要先签署 你们不会先落跑 蔡英文一再的讲 政治人物不要用战争的恐惧 来贩卖战争的恐惧 获取选举的利益 但是现在忠实就在问 这个算不算做贼喊抓贼 原因是因为林传媒就有民调发现了 说现在大概有6成5的民众认为 两岸之间是可能发生战争的 而且年轻人 最挺蔡英文的年轻人 说18到29岁的人 75.7%认为两岸会发生战争 那如果是这样 到底所谓的战争 对于台湾人来说 心中的恐惧感又是什么呢 现在在国际间 拜登喊了说 不希望台独 这句话大家听起来就有点听不懂了 郭正亮就直接问 你到底在讲什么啊 好 原因是因为呢 其实他讲这一句话前面是讲说 美中之间关系解冻啦 那台湾呢 他们也不希望台湾独立 那其实这件事情 由G7 由拜登去讲出来 大家会觉得特别奇怪嘛 因为中国说你掏空一中 并不是说你挺台独啊 这个两相对比 到底你想代表什么 美国一直是 蔡政府说的坚定的盟友 甚至呢 现在他们还一再帮我们来出主意 包括了他们的智库 现在提倡议了 说先前没有我们步雷车之外 现在告诉你 一个本小力大的作战方式 叫做步水雷 他就讲啦 其实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对岸 直接登陆 对不对 那我们一怕他们登陆之后 我们就很难打了嘛 所以把他 把这个敌军 结于境外 那就要什么 就要在两岸之间 布放水雷 就可以帮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他们要两棲登陆的时候 速度就没那么快 也许 这就是一个 本小力大的一大招式 同时呢 他们也在讲 如果真的是两岸 会发生战事的话 要注意哦 这两样东西必须要赶紧 来在台海这边储备 包括什么 包括F35 包括远程的反舰导弹 原因是因为啦 其实这一些呢 就是在作战的时候 特别是两岸战争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的一些武器 还有弹药 甚至现在还有一个说法了 过往呢 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两岸如果直航的话 那个对岸的民航机 有可能木马屠城 还记得不记得那时候 那个说法 现在这个讲法换了 不是在空中 是在水面上 因为呢 有传出说 滚庄货轮 有可能变成我们的 新边防危机 还说 就要好好的 加强监控防堵 如果他们呢 有偏离航道 稍稍离我们这边 近一点点 加强监控 因为担心的是 里头到底 有没有所谓的解放军 搭载解放军的 这个可能性 讲法非常的多 但会有这些讲法 会有这些想像 蔡英文说的 贩卖战争恐惧 其实就来自于 大家对于 两岸情势的一个不确定 回过头来请教兵哥 现在有立委提案 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干脆 外汇存底5000多亿 拿一点出来 做主权基金 你怎么看 第一个 我们外汇存底5000多亿 结果3000多亿 是别人的资金 那就表示我们实际 政府真的能够掌控 资金不够2000多亿而已 所以表示过去 我们都是碰风 打肿脸 冲胖子 那再来 主权基金过去一直让人家诟病是什么 因为他相对来讲他比较不透明 中间能够下手的地方就很多 以台湾现在目前政府的连接程度 跟他执行的效率 有人能够信任他们吗 你们到时候在中间上下棋手乱搞怎么办 但是我很讶异的是 这个提案人居然是民众党 是民众党 吴欣迎接提出来的 然后有64位立委签署 连述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真的是 我觉得大家要想办法把它挡下来 因为这中间 不透明的地方太多 争议点太多 如果冒然这样出去的话 到时候又落得跟以前的 勞退基金什么这些基金一样 就被政府拿去乱用乱搞 到最后会不会直通民进党的小金库 因为没有人有办法去监督 到时候他再跟你讲一个 这些都是机密 这些要封存多少年 那请问你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绝对不是开玩笑 千万不能够去乱搞 老实讲 现在巴赫姆特那个惨况 我想很多人都看到 乌克兰绝对不是一个好名词 蔡英文总统之前也讲说 台湾现在已经变成关键字了 全世界都看到台湾 你去搜乌克兰的关键字 绝对比台湾多 请问一下这是好事吗 这一点都不是好事 那巴赫姆特现在就演给你看 一旦战争最后惨况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台湾要变成这个样子吗 但是蔡英文总统从来不去告诉国人 战争的危险在什么地方 然后每天告诉你 战争是对方发起的 我们是和平地造者什么东西 你扯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 实际上民进党跟美国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 用战争恐吓台湾人 就是这样 不然的话美国一直卖我们武器干什么 不然的话你延长兵役干什么 你这一切的准备不都是为了战争吗 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美国爸爸 又超级靠不住 每一次到关键时刻就故意打他儿子的脸 人家中国大陆明明问你 就不是这个东西你就跟他讲 我们不支持台独 那请问一下 你又打了民进党的脸 然后又没有办法去 回答中国大陆的问题 那拜登讲这到底在干嘛 我实在真的搞不懂 那军事的东西 台湾其实有很多武器我们需要 但是美国都不卖 然后老是想要卖我们一些低价的 低科技的 然后根本是美国库存的东西 就想要塞掉台湾来 比如说水雷 水雷听起来很厉害很猛 因为光少雷除雷就要花很长的时间 可以辞职敌方攻击 可是但是我问你 你知道解放军什么时候打过来 你不知道 人家一定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打过来 那请问一下那你要什么时候布雷 你平常就布吗 平常布那台湾大家都不要出去 自己把自己困死 那等到人家已经开始打你了 请问一下你还有时间布雷吗 所以这请问一下 提倡这个建议的人 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时候要去布雷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然后说要美国要新增两件 一个F-35一个远程的反舰飞弹 美国现在的反舰飞弹 它连常规型的自己的军舰都装不满 何况是这种特规远程的 那F-35排队已经排到2040年去 你根本来不及见 所以你讲这不是废话吗 那你又提这个东西 不就再告诉我们 我没法度 我爱莫能助 我帮不了你 不就这个意思吗 他一而再再二三人讲这到底干嘛 然后我觉得最扯的就是说 要去防备滚装货轮 然后去监控滚装货轮的导向 全像滚装货轮是什么高科技武器吗 你看不到他那么大一台又那么笨 慢慢走 如果解放军真的笨到 他没有先对台湾进行压制打击 把你所有全部摧毁之后 就直接派滚装货轮过来根本送死 那如果解放军笨成这个样 那太棒了 台湾今天高枕无忧 问题是人家不会做这么笨的事 这不知道哪个250提出来 金教 辣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赖斯堡点出一个问题 就是原来台湾所谓的5000多亿的外汇存底 有五分之三 就是3000多亿不是我们的 那是外资投进来 他随时可以提走 所以台湾实际上的外汇存底 就是只剩下2000多亿 那现在有立委 这个立委到底是什么心 我想他应该自己要进来 出来说清楚 他所属的政党也要说清楚 台湾到目前为止对于贪污腐败 都还没有办法处理好 台湾问题到现在 拿这么庞大的资产 去做主权操作 会给台湾带来多大的伤害 然后他会图力到什么程度 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一个言行俊法 来去产生强大的嚇阻力 而且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专家 能够操作这么庞大 而且他又是站在以民围攻的 这个立场来去操作 而他会提出这个主张 这个主张要跟我们说清楚 要交代清楚 如果造成了伤害 他要不要拿他 身家的所有的财产 拿出来抵抗 而且他要不要他自己本身 那么一旦有人操作 或者怎么样有巡视的话 他要不要负连带的完全的责任 我觉得这些立委 他掌握了很大的一个提案权 可是他可能会陷 我们的整个国家 我们人民的财产与不易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不能够随便开玩笑 立委掌握这么大的权力 掌握这么大的提案权 随便拿来开玩笑 坦白说这些我们都不能接受 我觉得要严厉的谴责 另外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在于 其实赖清德的发言人 叫做什么凯的 陈世凯 他说侯友宜必谈九日共识 那我要问的是 赖清德是不是必谈台独 我觉得赖清德他有必要 就是说他如果不搞台独 就直接跟人民说他不搞台独 我觉得赖清德自己也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民主世界为什么不接受台独 我觉得赖清德你要告诉大家 你一直主张的台独 为什么美国不支持台独 为什么民主世界都不支持台独 你出来告诉大家嘛 你应该出来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整个世界 整个西方的民主世界 都不支持台独 他为什么到今天回避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到今天回避 说你到底搞不搞台独 我在问的问题就在于 你执政的时候也不敢搞台独 你在野的时候再来搞台独吗 你不要再骗台湾的人民 更何况 我觉得我对赖清德我最不能接受 明明台海的危机 两岸的危机跟紧张跟恐惧 就是你制造出来的 你却还说这个恐惧战争 我们要和平 是你要挑到今天两岸快打仗的 你今天来跟我们嘴巴讲 你要和平 完全不能接受 不过美国的那个支护的工程师 他提出来的 要在台湾这边布水雷 你在你们家门口布 在美国的门口布水雷 没有必要到台湾来布水雷 坦白说台湾的安全不需要你出售主意 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出售主意 在你家门口出售主意 不需要到台湾来售主意 我们不需要你来指点江山 你凭什么 是 来 卓老师 好 这个首先我想谈一下 这个民进党一直要侯友宜 说清楚到底对九二共识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让我想起了2016年 那个时候蔡总统提出了 所谓的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来处理两岸事务 那个时候大陆也一直要求 蔡总统要说清楚她的两岸立场 我感觉现在的民进党 跟2016年那个时候 大陆对蔡总统的这个态度 我感觉还是蛮像的 所以前几年 去年选举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是不是民进党越来越像 中国共产党 在处理某些问题的方式上 但我觉得比较 让我觉得重要的问题是 当民进党在处理 在要求侯友宜表态的时候 就像刚才赖老师所讲的 是不是应该要先就 民进党的对台独的问题 能够讲清楚 赖清德这次在竞选的时候 他已经说了 他说他不会宣布台独 可是不宣布台独就表示 不会推动台独吗 这里头我们要看一看 赖清德自己怎么说的 以及民进党的党纲怎么说的 民进党的党纲里头 在他的党纲第一章就讲到说 第一个条目就讲到说 要制定宪法建立台湾共和国 是制宪 通过制宪来建立台湾共和国 他并不是讲说 民进党要宣布台湾独立 所以这是在党纲里头写的 那么赖清德在2019年的时候 也说制定新宪正是时候 赖清德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澄清说 他对于制宪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到底在他任内 还会不会推动修宪或制宪 如果民间发动制宪 他是赞成还是反对 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先讲清楚 我刚才讲了 台独党纲在民进党的党纲里头 是站在第一条 你打开民进党的党纲 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台湾共和国 那相对来讲 九二共识在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有党章还有政纲 九二共识是在中国国民党的政纲里头 不是在党章里头 所以如果民进党真的这么关系 国民党在政纲里头的九二共识 先处理你的台独党纲 先废掉你的台独党纲 那么大家就可以来谈 怎么处理这些 其他大家有 国民有不同看法的问题 我还是要强调那一句 其实我们期待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未来中华民国的领导人 应该是要能够团结 不同想法的国民 而不是把一个不同想法的国民 假如你是支持九二共识 我就把你打到死 就说你是中共同路人 这样子不可能团结 这样也不可能带领台湾 迎接台湾未来巨大的挑战 在战争跟和平中 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也要查一下 你都可以把…? 对 我们可以说 特别呢 咱们 我们好冷 Merci 听到 评论 我们来 我们来 嘛 好冷 嘛 我们好冷 我们好冷